观众你好 今天是2020年12月16号星期三 欢迎收看台山新闻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昨天下午 市委书记李慧文深入台城街道水部镇调研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 市领导陈瑞琪 刘子毅参加 李慧文一行先后来到台城南唐社区水部长唐村委会 每到一处 李慧文都与村区负责人详细交流 深入了解两委换届选举的筹备工作 人员构成 党员数量等情况 并听取了干部群众对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举工作的意见建议 调研过程中 李慧文还听取了属地镇接及组织部门有关工作情况汇报 并充分肯定了我是村社区两委换届准备工作 他指出 村社区两委换届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是强击顾本的一场大考 要高度重视 高制推进 要做好选人把关 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 选优配强两委班子 全面落实转任干部和退出干部的思想和关心工作 引导他们站好最后一班岗 支持新班子工作 要严格选举程序 坚决贯彻执行村级换届选举的各项规定 落实好注点直连制度 做到程序合规 缓解到位 万无一失 加强培训指导 理清工作思路 确保换届工作平稳顺利 要防范各类风险 精准摸牌换届选举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点 尽早预警预判 制定一村一测 做到及时处置 例行例改 要扩大宣传发动 充分发挥注点直连 农市村办 网格服务作用 通过发放宣传单章 张贴标语横幅 以及村广播大喇叭等方式 广泛宣传缓解工作的重大意义 政策法规 缓解纪律 为缓解选举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本台记者杨晨 廖宝成报道